但没有多久 他就开始注意到整座岛屿异常安静 一些民宅里甚至还可以找到 还未食用过的马铃薯 感觉就好像这些人只是忽然有事 等等马上就会回来一班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马铃姐 之前马铃姐曾经跟大家聊过 大约在4500多年前 地球上曾经出现了一个 名叫玛雅的高科技远古文明 他们出现在历史上的时间非常短暂 但却创造了许多令人赞叹的成就 但诡异的是 在西元1300年前的某一天 这个拥有高度发达的高科技远古文明 竟然在没有任何灾难的情况下 瞬间消失了 仅留有非常少数的玛雅人没有离开 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 以至于这批留下来的玛雅人 也不知道当年祖先们究竟是为了什么消失了 不过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 玛雅文明不是消失而是离开 一些学者甚至还提出了科学根据 试图告诉大家在自然的表象之下 很有可能隐藏一个人类还不知道的神秘窗口 大维维尔科克则是认为 当年玛雅人很有可能就是运用高超的天文立法知识 提前算出了窗口开启的时间 并在对的时间地点离开了地球 也就是说如果这些说法都是真的 那么随着时间空间的推移 这些窗口还是会不断出现 而当窗口无预警出现 附近的人事物很有可能就会瞬间被传送到另一个时空 巧的是就在玛雅人神秘消失的200多年后 一座靠近玛雅的岛屿 竟然也发生了难以解释的集体失踪事件 重点是当人们登岛查看时 岛上的事物都是处在非常良好的状态 一些贵重物品也都还保留在家中 甚至还能找到新鲜的食物 只是想用食物的人早已消失不见 这不禁让人怀疑 难不成电影里演的星际之门是真实存在的吗 而如果它真的存在 我们是否有能力像玛雅人那样提前算出呢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再请大家动动你的小手 按下玛零姐频道的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玛零姐的影片哦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 困扰欧洲400多年的集体消失案例 失落的罗阿诺克岛 16世纪末期 当时的世界几大强国 已经逐渐将眼光投往美洲大陆 这是一块新发现的大陆 更是欧洲猎场眼中的一块大饼 这样的大饼 看在当时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仪式的眼里 自然是不会错过 在经过多次的考察任务以后 女王选定了一个名叫罗阿诺克的岛屿 作为前进北美洲的第一站 这是一座未开化的岛屿 由于岛上没有居住美洲原住民 因而被女王视为殖民的理想地点 不过虽然罗阿诺克岛的地理位置不错 但毕竟第一批前往殖民的人 大多是没有战斗力的平民 因此女王还特别赠予了防身武器 给前往的百姓 并指派了约翰·怀特为罗阿诺克岛的第一任州长 一同前往开拓岛屿 就在做好万全的准备以后 西元1587年5月8号 一直由120人组成的殖民队伍 浩浩荡荡从英格兰港口出发 前往他们的新家 并在两个多月后顺利抵达罗阿诺克岛 但就在殖民队伍刚抵达岛屿后不久 众人就发现他们带来的物资补给品不够充裕 为了能尽快完善岛上的建设 居民们开始要求州长怀特 回去英格兰拿取所需要用的补给品 而面对这样的要求 一开始州长是不愿意的 因为他的女儿艾利诺·怀特戴尔 也在同行的队伍当中 而他才刚刚生下了孙女弗吉尼亚·戴尔 怀特自然是希望能待在女儿身边 共享天伦之乐 但后来怀特还是没能经得住大家的请求 于是就在抵达岛屿后的一个月 也就是西元1587年8月25号 怀特与几名船员匆匆启程返回英格兰 留下了115名殖民者 其中有87名是男性 17名是女性 以及11位儿童 原本怀特心想 这一趟了不起也就是几个月的事 但他万万也没有想到 这竟然是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女儿 西元1587年11月 就在怀特刚刚返回英格兰后不久 西班牙就开始频繁对英格兰 做出一些挑衅的举动 眼看战士一触即发 女王伊丽莎白仪式下令 境内所有可以运用的船只 都必须要配合国家调度 以防范随时都有可能会进攻的西班牙舰队 这其中当然也包含了怀特的船只 直到三年后 怀特才终于取得可以出海航行的许可令 经过两个多月的航行 水手终于来报 看到陆地了 怀特一听 立刻拿起了望远镜观望岛屿 然后他惊讶地发现 岛上的建设远比自己离开的时候 还要更加完善 他看到了几栋新盖的房子与围墙 此时 他终于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满心期待等等与女儿的相聚 当小船靠岸的那一刻 怀特几乎可以说是用奔跑的方式 直冲岛上的居住地 但没有多久 他就开始注意到 整座岛屿异常安静 就连小孩的吸烙声也都没有听到 更诡异的是 当怀特他们绕行岛屿一圈后发现 整座岛屿竟然一个人也没有 由于现场有一户木屋 有被拆除后的痕迹 所以一开始 怀特他们认为 这会不会是岛屿上的居民 受到了其他岛屿原住民的攻击 毕竟这在殖民的过程里 很常会发生 但没有多久 他们就发现 这也有可能是附近其他岛屿的原住民 见到此地没有人 才过来拆除木头 拿去二次使用 因为除了那户人家以外 其余的房子及周围的围墙 都没有受到任何的破坏 一些民宅里 甚至还可以找到还未使用过的马铃术 就连女王当初赠予的防身武器 也都还好好的摆放在柜子里 如果说居民打算集体移居他地 怎么可能会不带防身武器呢 最重要的是 现场除了没有任何的攻击迹象以外 也没有发现任何人的遗体 感觉就好像这些人 只是忽然有事 等等马上就会回来遗断 唯一不同的是 从此就再也没有人看到过 这115名殖民者了 就在确定115名殖民者不见的第一时间 怀特立刻下令所有的同行人员 对整个岛屿进行更进一步的搜索 但连续几天下来 别说没有找到人 就连坟墓也都没有找到 仅在靠近居住地附近的树干上 找到了一串字母克罗托恩 当怀特发现这个线索时 他非常激动 因为就在罗阿诺克岛影南的位置上 的确还存在一个名叫克罗托恩的岛屿 于是怀特立刻请求船长开船前往 不过天不从人愿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导致怀特的船只迟迟无法靠岸 甚至还有几名水手在暴风雨来袭的时候被卷入了海里 眼看船上的人员不断折损 再加上船上食物也开始渐渐不足 于是船长不顾怀特的意愿 果断决定返回英格兰 而怀特本人也在回到英格兰以后 生了一场大病 并于西元1593年离开人世 虽然怀特过世了 但对于罗阿诺克殖民者的调查 并没有随着他的死而结束 11月1701年一名名叫约翰·劳森的探险家 就曾经针对唯一的线索克罗托恩 来到克罗托恩岛访问岛上居民 果然就在他的努力之下 一名当地的长老告诉他 岛上的确曾经有几名祖先是白人 当下约翰听完立刻做出了结论 他认为那115名殖民者 肯定是来到了克罗托恩岛上生活 但光是有人证 没有物证怎么行呢 于是300多年后 西元2015年 一群科学家根据这条线索 重新回到克罗托恩岛进行调查 经过好几个月的挖掘 他们发现了几个符合 16世纪英国风格的器皿 以及一把剑 当媒体播报这则消息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认为 这个传了400多年的大名团 终于要解开了 但没有多久 考古学家便宣布 根据他们的研究 这批文物是产自西元1700年以后 并不属于1587年那批消失的殖民者所有 而除了此次的研究以外 近几年也有科学家根据岛上居民的DNA做过检测 检果均显示 他们不具有欧洲协同 更不可能是那批殖民者的后代 更重要的是 无论是最初的殖民地罗阿诺克岛 或者是后来的克罗托恩岛 都没有发现符合年代的欧洲人海骨 那么问题来了 这115名殖民者 究竟去了哪里呢 西元1972年 美国一名生物学家 伊万特伦斯·钱德森 在Saga杂志上发布了一篇 名为世界12个恶魔坟藏的文章 文中指出 根据他多年的研究 地球上许多神秘无法解释的现象 如飞机无故失踪 海上或者是空中目击到的诡异现象等等 竟然都集中发生在这12个神秘的地点上 其中包含了最著名的白木达三角 恶魔三角等等 就连我们刚刚提到的罗阿诺克岛 也都出现在这张图上 而且几乎就是在白木达三角的旁边 曾经也有人提出 世界上消失的案件很多 大家之所以会觉得 白木达三角最不可思议 是因为我们只集中查看 发生在这里的事件 的确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这样的说法 却无法解释以下这起事件 迈阿密机场 是一座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半岛的国际机场 西元1969年 美国航空727号航班正按照计划准备降落 但奇怪的是 就在塔台允许飞机降落后不久 飞机竟然从雷达上神秘的消失了 当确定飞机消失的那一刻 塔台立刻尝试呼叫了727号航班 但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就连同样盘旋在迈阿密机场上空的其他班机 也都没有看到727号航班 于是他才紧急派出了搜救小组前往查看 但就在此时 727号航班却又忽然出现在刚刚雷达消失的位置上 可是时间却已经过去了10分钟 更诡异的是 727号航班的机场浑然不知他们曾经消失过 而机上所有可以显示时间的装置 则是全部都漫上了10分钟 仿佛在飞机消失时 机上人员的时间全都静止了 超自然现象研究人查尔斯·贝利兹 曾经在《百慕达三角》艺术中提到 727号航班的事件曾经得到了FBI的重视 当时他们甚至还约谈了机长 可是直到最后 FBI还是无法确定 为什么飞机会忽然消失 并在同一个地点再次出现 关于这点 大威威尔科克曾经在原厂艺术中提到 太阳系里的行星会依照几何学的方式运行 而当行星运行到一个特定的位置上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会开启一扇通往别的时空的大门 最重要的是 目前认同这项看法的学者越来越多了 甚至还有人算出了大门开启的时间 当然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马尼姐会尽快再找时间与大家聊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还有可以到这几个平台来关注我 我们下一集影片见 大家拜拜